作画前,我会静下心来整理材料用具 让自己能够专注面对眼前作品 抽象形式是在精神上探索自我 一切源于生活落实简约 才能为创作注入深度与温度 从事艺术工作,居住地点很自由 我喜欢北部近郊的自然环境与宁静 在这里一住就住了十几年 随着创作时间,累积的作品越来越多 我想让生活空间更简单 便在附近买了第一间房 也作为呈现作品的地方 因为工作关系 艺朗是我最常接触的场域 也是我灵感的来源 于是沿用画廊的概念 把三房改为两房 空间大面积留白 地面以浅灰色盘多摩打底 把颜色与质感留给画作 极简是我生活核心理念 入住了前两年 家里几乎是空的状态 确保每样家具都是自己很喜欢才慢慢添购 我需要的东西也不多 只在玄关做了一个柜体 将日常所需的用品都收纳进去 我的色调 发向阅读的地方 另一面墙是我的符号系列 透过科比一的沙发 彼此之间形成韵律感 让律动从平面转为立体 它所带领的现代主义 留下了纯粹的线条与材质 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风格 照明沿用工业时代的产品 以Flows地灯作为亮点 天花板使用台湾的工业日光灯 不同的时空的物件 是我觉得有趣的细节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料理 厨房规划中导作为备料平台 墙面使用特殊土料 呼应地板材质 利用大面积的平板灯 营造出天井向上衍生的感觉 卧室简约点 是我的理想状态 秉除一切杂讯 极满足简单机能 床头板以我惯用的蓝沼色 作为空间重点 点缀红色碧灯 远看很像一幅几何抽象画 极简抽象看似简单 但带给人的感受是深厚的 作品会反映艺术家心境 生活上我也透过简法的方式 自留下需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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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